台北过年真的没有人 什么店都没有开 就是完全不知道 其实现在已经是在过年了 台湾就是有一种台湾人的观念 反正每年都有在过 反正每年过年都是这个样子 有一种没有任何的期待的感觉 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讲台湾跟泰国过年的差别 我在台湾生活这么久 或要八年了 我真的深深感觉到 泰国跟台湾过年了 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这我不是随便讲 因为呢 我在台湾过年也好几世了 我不是那种只在台湾过年一世 然后直接讲说 哦 怎么样 这么差 这么多等等 我不是这样 我在台湾过年很多次 然后我从小在泰国长大 也一直有在过华人的过年 一开始我以为华人的文化过年应该有差 没有那么多 结果实质上真的有差 然后我要来解释一下 我在这支影片讲的 泰国过年呢 是指泰国华人过的那个春节哦 不是泰国人的过年 不是霍堆节 因为泰国也有华人 华人呢 也有在过春节 所以我就直接把 泰国华人的过年 跟台湾的过年 直接拿来对比 不是用泰国的过年 跟台湾的过年对比 我为什么要解释那么多呢 就是因为太多台湾人 很爱断章取义 看标题直接留言啊 看前面一点点就直接 憤怒爆骂 所以现在我拍影片 以防问意 我都要解释得这么细 我也还要再想调一件事情 就是泰国的华人过年 其实让台湾的过年是这样 我是比较它有差别 可是我没有要比哪个比较好哦 我不想调这件事情的话呢 就会有一堆留言说什么 不喜欢台湾 不习惯台湾的过年 就滚回泰国去啊 整天在这边说台湾不好 我就讲过了 我没有要比较哪个好 哪个不好 我就是说 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都已经要过年了 增加一下自己的理解能力好吗 听力要加强啊 都要过年了 不要让我教育人跟骂人好吗 第一个台湾跟泰国 过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家里的长辈们 亲戚们 问话不礼貌的程度 共同点是他们也一样不礼貌 可是在程度上呢 我跟你讲 差很多 我听说很多台湾人抱怨说 不想要回家过年啊 不想要回家面对亲戚啊 长辈的问话啊 问这些隐私的事情啊 等等啊 我就问他说 那他们会问什么东西 台湾人就说 一些长辈呢 就会问什么 你工资多少啊 你上班 你有没有当主管啊 你工作几年了啊 你有没有谈恋爱啊 你谈恋爱了的话 就是你什么时候 会带你的另一半回来 让家里看看啊 然后给他看了之后呢 你什么要结婚啊 结婚了呢 你什么要生孩子啊 生孩子生女儿的话 你什么会生儿子啊 这种方面的问题 我就接着问说 他们这些长辈 问你们这些问题之后 然后呢 有后续吗 台湾人就会说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这些是我的隐私耶 我为什么要回答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太不礼貌了 我当下听到他们这些抱怨 心里面想说 就这样 我还以为会听到很严重的问题 结果就这样 这些问题 就是他们日常会问的问题嘛 因为台湾人呢 不只过年会问这些问题 他们日常呢 也会问一堆陌生人 这种问题好吗 如果这种程度 你们就接受不了的话呢 你们去泰国过年的话呢 你绝对会吐血 在泰国呢 除了探隐私之外呢 他还要比较 他不会停在隐私这边而已哦 他会比较你 跟他最优秀的女儿跟儿子 比如说有一个阿姨呢 问你说你工作在哪里啊 你做什么工作啊 你的工资多少啊 然后你就回答了 你做了这个工作 然后你的工资多少多少 他说哦 还不错 可是呢 我的儿子呢 就做了这个工作 已经要当主管了 然后就是工资多少多少 每个月都会给他钱啊 你用不用给你爸妈钱 然后等等 就是你问都不用问 他的隐私就直接公布给你了 他就是要比较说 他的儿子呢 就是比你优秀 可是他殊不知 他的儿子呢 就是欠我钱还没有还 又或者问你说你单身是不是 你为什么还没有谈恋爱 又开始炫叫 他的女儿戒有多好啊 生了一堆孩子啊 幸福美满的街亭啊 可是他又殊不知 他的女儿呢 有封锁他的脸书 他脸书呢 已经公布 要跟他老公离婚了 泰国家里有这种 太多很爱比较的长辈 在过年的时候 会出现 除了比较之外呢 他们还会开一些 他们自己觉得很幽默 很好笑 可是 一点都不好笑 跟非常不礼貌的话 比如说他看到一个 子女走过来穿的比较短一点 就会开说 穿这样小心 还没有毕业就要怀孕哦 哈哈哈 或者看到 子女一直没有谈恋爱 就会开这种玩笑说 哦 你是不是不喜欢女生呢 你喜欢男生可以讲哦 我可以接受 这已经不是探隐私的事情了 已经是 歧视跟霸凌的现场了 或者看到一个 娘娘圈的孙子啊 走路儿女多姿 比较阴柔啊 就会开玩笑说 哎 没关系 他做自己最好 什么我们现代化 我们就是不是那么古老的人 可是你大便 根本是不用用力的 是不是 就是会给这些孩子 开这种玩笑 然后他们会在那边笑成一团 你看 同样是不礼貌 可是程度真的差太多了 会开这种玩笑的那些什么 子女啊 子子啊 孙女啊 孙子啊 等等 也就是跟着笑 如果你就是在那边 争气啊 反驳啊 你就会被贴上 你不幽默啊 没大没小的标签 第二点 包红包的计较 叫程度 他很多 其实在泰国跟台湾 其实也是一样包红包 要包双数 对不对 可是对于台湾的长辈来说呢 4是千万不能包的 对不对 就是4这个字呢 就是他谐音识啊 千万不能包 在台湾的包红包呢 真的是一门学问 真的太多妹妹嘎嘎了 2,200可以包 对不对 2,400不行有4 2,600可以 因为都是双数 2,800我听说过不行哦 你剩那 那两百块你剩了干嘛 所以你就干脆再包多一点 可是呢 再过去呢 就是3 3又不能包 4又不能包 5也不能包 就现在要到6了 到底 到底要怎么包 真的很为难人呢 用一千数字 可能就是 可能没有了画面 2万好了 如果你要包2万6 是可以的 可是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这个亲戚呢 你跟他又没有那么熟 可是 也是 近亲 这时候要怎么办 你也不想要包6万给他 可是4万也不行 3万是单数也不行 2万又有一点太少 因为他毕竟是近亲 这个时候怎么办 台湾人告诉我一下 蛤 因为在泰国呢 只要是钱都可以 4400 440都OK 真的 在泰国真的是这样 我们不在乎就是 4这件事情 打开有钱四张 我就开心思了 就至少这个4 不会让我现在就死 懂吗 我可能不代表 所有的泰国华人 可是至少 我们今天是潮州人 是阿公 潮州来的 然后他说 其实 他们 是认真觉得4也可以 因为4呢 是双数嘛 然后4 潮州话好像是喜 然后喜跟喜又是谐音 所以 在泰国华人 包红包的这件事情呢 计较的程度 困难的程度 不像台湾这么困难 所以今年就 一个一个示范 哈哈哈 没问题 这支影片呢 就是为了 告诉你们 就是400 哈哈哈 第三点 过年的气氛 差超多 真的超级多 这件事情呢 是我最惊讶的 是最不可思议的 我第一年在台湾 过年呢 其实我真的 非常期待哦 因为在泰国呢 过年 华人的年 就是春节的那个年 满街都是穿什么红色的衣服啊 金色的衣服啊 包那种 华人的那个包包头啊 满街都摆布什么鞭炮啊 什么红色啊 福字啊 什么等等 反正呢就是 都有各式各样的华人 过年的那个气氛 甚至有些人 你一年就是从泰国的 你在这边 下热闹什么 哈哈哈 就是泰国过年 那个气氛 真的很壮观 百货公司的摆设啊 各式各样的活动啊 表演啊 航人街 过年满街 都是值得一堆摊位 真的办得很大 所以呢 我觉得泰国都已经这么夸张了 虽然有华人 可是主要也是泰国人嘛 对不对 可是我来台湾 台湾都是华人啊 绝对会很盛况 绝对很丰盛 绝对会有丰富 满满的年味 结果一过年 整个城市都安静 没有人 我现在就是拿走多来比 曼谷跟台北 台北过年 真的没有人呢 什么店都没有开 就是完全不知道 其实现在已经是在过年了嘛 然后台湾人呢 的日常酸酌呢 其实泰国人来台湾旅游 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台湾人日常的穿搭 都穿单衣的颜色 颜色很低调 很灰暗 整个很日常的颜色 结果连过年 还是穿的一样 而且不只有一年啊 是每一年的过年都长这个样子呢 都是没人的 都是这么冷清的 为什么 我真的搞不懂 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答案 泰国有一句话叫做 泰国人呢 什么节都过 泰国一堆信佛教的人 可是圣诞节也在过 跨年也在过 春节也在过 就是一直都在过节 所以就是一直热闹 一直热闹 可是在台湾呢 跨年的时候 路上也没有在摆什么 Happy New Year的这个摆设 或者什么东西 人还是穿的一模一样 只有在某个地方有烟火啊 有演唱会啊等等 一开始就觉得 台湾人没有在跨年 过年可能会好一点 结果一模一样 台湾就是有一种台湾人的观念 反正每年都有在过 反正每年过年都是这个样子 有一种没有任何的期待的感觉 可是泰国就是 什么节我都要嗨 过年呢 台北真的是安静到不行 公车 我觉得他根本不用就是踩刹车 都不会撞到人 真的他一直开 根本不会有人出来搭车 可是泰曼谷就是人挤人 不信我的话呢 你们过年你们去泰国看看 那个过年的气氛是怎么样 真的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在台湾生活这么多年 在台湾过年了好几次 然后拿来跟泰国比较出来的东西 快过年了来讲一些吉祥话 龙年祝大家 龙行虎步 他真的有耶 灯龙火虎 望子从龙 龙马精神 龙腾虎月 龙肝凤水 是吗 是吗 是解干吗 龙肝呢 你不知道 哇 你不知道 好 反正就是祝大家 龙腾虎妖 请大家再来看 我们下站的时候 我们下站的时候 我们下站的 店